为推进移民和出入境领域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 国家移民管理局运用现代科技 建设了出入境证件身份认证服务平台 向社会提供出入境证件身份认证服务 为确保认证服务有章可循 有规可依 安全有序 国家移民管理局制定了 出入境证件身份认证服务管理办法实行 规定了出入境证件身份认证服务提供方 服务对象 服务内容 资质条件 申请材料 办理流程 违规处理措施 安全管理责任等事项 国家移民管理局授权并指导 监督出入境管理信息技术研究所 开展出入境证件身份认证服务 运行出入境证件身份认证服务平台 研究所利用平台技术 对外提供出入境证件信息一致性核验 和证件实读服务 服务有三种方式 实名认证 即对出入境证件持有人的姓名 证件号码等信息进行一致性核验 实人认证 即对出入境证件持有人的人像信息 进行一致性核验 证件电子信息实读 对出入境证件所在芯片内电子信息 进行实读 管理办法规定了使用单位的资格条件 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以及申办流程 使用单位可以通过网上用户管理系统 在线申请 通过审核后 与研究所签订使用和保密协议 并在研究所指导下 开展技术对接 开通认证服务 使用单位可以采用 移动数字证书或者签名 验签服务器方式接入平台 管理办法还对协议中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做了要求 国家移民管理局高度重视公民隐私保护 从四个方面做出周密安排 确保不出现泄露个人隐私情况 一是 出入境证检身份认证服务平台经国家权威机构检测 通过了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第三级要求 二是 使用单位与认证服务平台之间采用硬件密码设备加密数据 保证数据传输过程安全保密 三是 对使用单位的信息系统提出了明确安全性要求 四是 在服务提供过程中实时监控服务使用情况 并对违规行为做出提示纠正 暂停服务或者终止服务的处理措施 管理办法 以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告形式对外发布 同时 在互联网上同步推出网上用户管理系统 研究所 将在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指导监督下 本着公开透明 公平公正的原则 努力提高服务质量与能力 为使用单位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欢迎社会各界进行监督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